《国库城》当中 您可以关注谈谷论金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要登台亮相发表真知灼见 可以在谈谷论金的官方微信之下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袁建新 你好 确实今天市场在主板市场 小幅波动 整体上波动只有25个点的背景之下 而个股精彩分层 而其他的一些板块 涨幅也是非常大 当然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上证指数涨幅也不算小 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昨天说到创业板指数 去踩了一下五日均线 今天在这个技术上 拔击而起一根大阳线 那市场会不会继续 在细分行业的龙头 在机油股的一个带动之下 继续突飞猛进呢 那么像这个问题 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和投资者 一起来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也相信很多的投资者 对这方面非常的有关注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一根大阳线呢 为什么市场在这个档口 把那些细分行业的龙头 把那些揪股一下子拉了起来呢 那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条件 首先一个我注意到 隔夜美股出现了一个 不错的一个上涨 那美股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上涨 至少给今天市场活跃 有了那么一个氛围 如果美股昨天低霉垂眼的往下跌的话 那恐怕今天开盘也不至于会 集体跳空上行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在上午10点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PMR数据公布了 50.9啊 50.9是在上个月的一个基础市上 再往上行了一步 而且PMR这个非工业的连续四个月 一下子一路上升了一个走势 这让我们对于复工复产乃至于最终的打产充满了信心 回过头来讲 也是我们经济啊 从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基本面很不错啊 那基本面不错 应该在股市上要反映出来 市场本身看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就比较的热 对吧 那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你说是不是市场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上涨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想跟今天是6月30号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那6月30号嘛 半年报的一个集指日 那么这个集指日不仅是上市公司的 也是很多机构 比如说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半年度的时候 业绩也会排排名啊 谁是半年度的冠军 谁是半年度的前三 对吧 这也要排一排名 所以有排名的一个提振的一个需求 到了最后一天 我跟前面差一个档次 一抬脚能够迈过去 那当然最好 所以你也这样想 他也这样想 那自然会往上拔一拔 其实这跟我们生活当中 有些事情是完全一样的 我的感觉就是像一个什么 一个学生 到了期中考试的时候 以往平时成绩不错 那半年度的这个期中考试 你能差 你也不能差 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可能晚上还得 还得开开夜车 对吧 看看书啊 读读这些什么英文单词啊 等等的 要为了一个什么 半年度的一个考试嘛 那对于基金公司呢 他实际上有点类似于像老师的一个角色 他如果半年度的一个业绩不错的话 那接下来他招募新的学生的时候 招募这个开新的基金的时候 有招牌 精致招牌 今年半年度的一个冠军 今年半年度前三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招募到更多的一个基金 那对股民和基民来说呢 今年上半年涨了那么多 你说不看看 这孩子的这个 期中考试的一个成绩 那对自己的一个股票 太不负责任了吧 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我想今天是半年度的一个重点 也是新的一个半年度的一个起点 那恐怕这个时候 拉一拉市值 拉一拉业绩 恐怕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前三点 那么还有呢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龙头企业 包括一些这个GEO股 我也看到了 今天已经有着急的 已经开始出来了 类似像割啊股份啊 又有一批 我数了一下 盘中能够去涨停 这个盘中涨停的 有好多都是什么 半年度业绩 还真不错 半年度业绩一高 说我现在有45%到50% 一看一季度也是这个数字 那说明他今年的业绩 恐怕真不错 那结合行业一看 哇 那就齐活了 有好多个股市在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今天又往上拉一拉 当然今天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 下午一点半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有不和谐的因素啊 开始往下走了 但这个走呢 在最后又开始拉了起来 那我想这个下行的一个过程 以及背后拉的一个过程啊 都可以和一些因素 紧密的联系起来考虑 明天马上又有一个啊 这个新三板的摇星要开始了 所以你说是不是今天在往下行的时候 是不是有部分个人大户啊 在这个时间接口上要腾出一部分资金 准备明天摇星股呢 意味可知啊 因为这次摇星股跟我们平时的摇星股 用四肢来摇是不一样的 你要拿真金白银拿过去压在那里 压几天才能够取出来的 所以你得准备好资金啊 第一次摇星股 那你说新上来的这两个新三板 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诱惑力呢 当然这个到底有多大的诱惑力 会锁定多少资金 应该有十年了吧 都没有这样做过啊 现在呢也没有办法能够测算出来 最终有多少 但至少之前我们看到过一个数据啊 相关的这个新三板的开户数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恐怕锁定的资金啊 也不会少啊 当然最终资金多还是不多 还得看最后的一个公告 所以今天的市场的活跃啊 可能有多种多样的一个因素决定的 但反过头来说呢 7月份开始了 我们已经看到两个因素 一个呢是半年报预告的因素开始落地了 一个呢刚才我们说的 新三板摇号的因素也开始落地了 那后期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那对市场下一步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影响 到底大还是不大 那我想这是我们投资者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场内嘉宾 一起来探讨的问题 接下来呢 那我想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啊 今天市场的一些涨跌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呢有一点很有意思啊 没有北向资金 今天没有北向资金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涨幅居前的 还是昨天 这个是跟昨天是一样的啊 前三名的一个作词 之后呢像光学智能音像 只不过呢 涨幅有点不太一样 那此外呢 今天跌幅靠前的 只有一家是下跌的 其余几家呢 是微幅上涨啊 当然还是上涨的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创业版前十大权重股的 一个涨跌幅的一个情况 清一色都是上涨的 甚至你看前25家 大概只有两家是下跌的 那这个呢 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细风行业的一些龙头啊 一些街友股啊 今天呢是在涨幅的一个前列 再看一下中小板 中小板尽管没有上 这个创业版指数那么强烈 但它下跌的仅仅两家 一家是平盘 所以基本上也是七家上涨 跟昨天七家下跌 正好翻了个盖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动物一秒板块啊 从它的一个走势呢 也可以看到今天大张小回啊 高点呢 是在基本上最后阶段出现 如果从成交量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一波一波的一个上涨呢 还是和成交量有点匹配的啊 那么这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葛建颖啊 另外一位啊 是咱们的这个慕维华 两位好啊 那么我们还是跟两位探讨一个问题 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扑涨 明天会不会出现一个震荡分化啊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一个看法 先请出葛建颖 目前我还没看出来它会分化 但是明天开盘的位置比较重要 明天开盘的位置比较重要啊 对 待会我们展开来聊一聊啊 那慕维华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明天会小幅分化 小幅分化啊 对的 那看来两位都觉得明天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啊 那这样我们从慕维华小幅这个分化啊 来跟我们一起聊起啊 那慕维华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来跟我们展开聊一下 好的 那么最近市场走得不错 不管是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数 都进入了一个多头的走势结构 那么上证指数 虽然临近3000点 3000点这个位置既是心理的压力口 也是技术压力位 也是一个成交密集区的压力位 但是最近的多头走势稳扎稳打 那么我觉得3000点还是能过去的 那么创业板指数已经创出了新高 已经那个把前期的高点给突破了 那么创出新高的时候 完全进入了一个多头的趋势结构 那么像目前的这种走势结构 它应该是个碎步上行的时候 所以还没进入到一个加速拉升的 时候时刻 所以我觉得明天 在今天的中阳线之后 明天应该是一个小户分化 继续小阳线的上行 有一点我不太认同 刚才莫为华所说的 创业板的一个走势 那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们从图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在三月份回探以后 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和现在的这一波上涨 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上涨回落 上涨回落 据此形的一个上涨 而这一波是在六月一号以后 开启的这一波上涨 直接就是沿着五日均线 基本上没有跌破过 大概就有一天开盘跌破以后 就一下子就拉了回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创业板是不是已经进入了 一定的一个拉伸阶段了呢 我暂时认为创业板指数后市 还是一个震荡向上 或者一个碎步上行的结构 那么原因有几个 那么第一个 创业板指数刚刚突破了前期的高点 前期的高点是一个成交密集区 尽管突破了压力还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出现一定的震荡 或者回踩整顾 那么第二个呢 现在的市场呢有两个特点 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说分化还是存在的 虽然指数长得不错 但是呢个股有分化的 你们如果没选好品种的话 往往是赚了指数不赚钱的 所以整个市场赚钱的效应 还不是那么大 那么第二个呢 现在市场的资金也出现了 一定的谨慎的状态 那么可能是中暴临近 上市公司都面临了一个中考 所以呢市场资金偏向于 选择一些业绩成长类的 题材类的 暂时好像得到了抛弃 那么也市场也出现 一定气高就低的结构 所以因为有这种分化 所以我觉得创业板指数 后市单边持续那个拉升 出中阳大阳线拉升 这个概率比较小 刚才莫贵华提到了一个 气高就低啊 那确实我们也看到了 市场轮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板块啊 这个涨幅大了以后呢 市场往往会让它休息啊 然后呢 资金又到了一些偏低位的一个板块 那么这是从板块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那莫贵华 我们能不能跳出这个板块 从指数的一个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啊 那如果从指数的一个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那很明显 进阶段中小板创业板是连番的一个上涨 已经甩开了 类似像上增指数这样的一个指数 一大截 那会不会后续出现一个 指数方面也是气高就低 把创业板指数 中小板指数压一压 资金流向于主板市场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我觉得短线流向一下是可以的 那么中长线 我觉得资金还是以创业板为主 那么第一 我们A股市场或者股票市场 永远是强者很强 如果因为创业板指数涨得高 就算要那个轮动的话 也是应该轮动在那些 科技股里面低位没有涨的东西 不会轮动到那些 低位没有涨过的板块 轮动到这些板块 我觉得概率比较小 那这是这个 咱们莫贵华的一个看法 那待会我们有时间的话 再来跟莫贵华探讨一下 像主板市场呢 30年不动的一个编制方式 这个指数的一个编制方式 在去22号要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之后会不会 指数的一个走势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待会我们看 有时间再来跟莫贵华讨论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葛剑影了 那葛剑影实际上是认为 明天分化会要比刚才 莫贵华所说的要大一些 那为什么你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现在的市场 我个人分析它是延续向上的一个状态 其实明天是不是分化 我觉得在于个股的分化上 个股分化一直都是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化 即使有分化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 而且现在的市场的整体风格 它是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指数方面的分化 指数分化主要表现在中小创 和这个主板指数 对 然后个股和板块 现在板块的分化 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 大部分板块还是有表现的 就是个股的分化非常严重 所以我现在想讲的是 指数的一个分化状态 那如果你拿出创业板指数 你可以看到 从日线 周线和月线三个线 你都可以发现 它是已经形成了一个 多头排列的状态 所以它还继续延续着 一个向上的一个结构 所以对于创业板指数 我所担忧的就是要注意 它什么时候会出现 滞涨的信号 只要它不出现 我觉得它都是向上的状态 那么现在它没有出现 所以我还是看涨 创业板指数 那么对于主板指数 以上正指数为例 它是有自身的一个特点的 它是周线和日线 现在基本上已经把短周期的均线 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月线上 五日均线 五月线还在下方 所以说我觉得主板指数 是有待于补涨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它能不能补涨 我觉得也是做一定非常重点的关注 就是说我认为它从上阵指数来讲 2960站上以后 我觉得它的向上的目标就是3050 所以我觉得从它的指数的反弹节奏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 那么总体来看指数层面 还是维持向上 你觉得指数层面还是维持向上 但是各股会产生分化 所以这样的话 我还是保持一个偏重仓的持股跟随 其实刚才我本来想问莫维华的一个问题 就提到了指数的一个问题 上阵指数编制方式 昨天我们来到场内的一个嘉宾 咱们这个缺光明提到了一个看法 他说这个指数上阵指数 现在是甩掉了包袱 哪两个包袱呢 一个是ST新ST一个包袱 包括咱们这个莫维华 你也可以听一下 ST和新ST包袱甩掉了 这一个包袱 第二个上市10天以后记录指数 其实也是一个包袱 为什么呢 新沟上市前10天往往是点上去了 等到它放开涨停的时候呢 涨不动了 开始要往下跌了 那么这样就把指数给拖累了 这两个因素未来没有了 加入的一个因素是积极因素 加入的一个积极因素 是把之前科创版的一些股票 可以记录我们现在的上证指数 那会带来偏向于高科技的这部分资金 那听起来呢 我觉得好像也有道理 包括网上的一些投资者 也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 那我想这个道理也要问问两位了 那这个如果说在上证指数上 落地以后是会有效应的 那会不会上证指数 未来一步一步的一个上涨 甚至把前面的3288点 也被给它打破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有的 但是仔细的分析下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程度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这几个利好的一些因素 它能够对上证指数产生多大的利 我觉得还是要斟酌一下 还要观察 对 现在其实我也分析过上证指数 为什么它一直表现得这么弱 其实有很多的大的一些权重 它是拖累很严重的 比如说石油类 原油类 这些有色类 还有煤炭类 很多它都是没有动 所以它是很拖累这个指数 那么就是说 如果要是有好的内容进来的话 那肯定会对它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是它的影响的幅度 可能不会想象的那么大 除非这些不动的东西 它会动一动 我觉得它的力量可能会更大一些 所以你觉得可能还是考虑一些 不动的东西未来什么时候动 对 我觉得如果它们能够动一下的话 对上证指数的走势 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影响 也确实进阶段有些之前不动的 你比如说钢铁 煤炭 前些天两者都动过一动 钢铁都动的幅度还更大一些 因为钢铁找到了一个转型的逻辑 那是不是其他的一些板块 就像刚才葛建英所说的 像石油 煤炭这些 也找到一些什么理由来动一动 那像可能也是我们投资者 必须保持关注的一点 那这个问题我再来问问穆维华 你怎么看呢 上证指数编制的方式改革之后 我觉得首先第一 反映了管理层对股市的呵护 所以我觉得是利好股市的 那么第二个改革之后 我觉得上证指数肯定会出现上涨 那么有时候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有些朋友经常说他不做股票 为什么不做股票 他说你看那个上证指数永远不动了 到现在还是3000年不到 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做 那么如果上证指数改革之后 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好的行情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吸引资金进去 但尽管会吸引资金进去 编辑方式的改变 不代表行业逻辑的改变 我整个行业的逻辑没改变 经济的逻辑也没改变 所以未来那个A股市场 那个上市公司也好 那个行业也好 哪些板块会走牛也好 它的内在逻辑还是会延续以前的 所以这个场外资金 就算有场外资金进场 那么也会依然延续原先的逻辑走 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依然是看上创业板之类的 确实目前情况下强势还是在创业板 还是在高科技 还是在一些行业细风龙头 和业绩有优势的一些个股上 即便资金进来 那应该也是接受目前市场主流的一个看法 所以对指数可能影响不会很大 这点跟上交所的相关负责人的一个解读 可能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出两位场外嘉宾 一位是杨成斌 我们先请出杨成斌 听听杨成斌对于今天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板块应该说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以后 明天会不会出现一个分化 他怎么看 来有请杨成斌 我认为本次颇涨是一个重要的牛市信号 后面市场可能会震荡 但是依旧会震荡上行 今天生成指和创业板子双双创出了反弹新高 那么创业板子从2018年的10月的1184点 到现在的2368点已经组出了一个翻倍的行情 我认为目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牛市信号 所以不能继续用之前的熊市市值来看待市场 所以无论是颇涨或者是冲高回落 都不会影响指数继续畅行 个人认为创业板指数在2550点下方都相对安全 那么我目前重点关注的板块 依旧是特斯拉产业链5G 最近新关注了这个券商板块 今天的券商移动和几次 前面几次的明显有不同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机构调仓的一个行为 在操作上依旧是满仓持股 只有等指数打过3000点之后 场外提起高涨 蜂拥入场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再考虑减仓和卖出 好 谢谢杨曾斌 既然认为目前今天市场普涨是一个重要的牛市信号的话 那我想就不应该再产生一个分化了 下面我们进入福利放送环节 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套2020年主线布局手册 下载九方字头APP即可领取 手册共包含四个部分 分别是科技股长宝图 强周期股配置方向 新基建投资版图和大消费抄底攻略 这本手册聚焦了四大热门主线 关注细分领域龙头 跟踪各股投资逻辑 称得上很实在的投资硬货了 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下载APP来领取 好的 回到场内 那既然市场恐怕还会保持原有的一个节奏 继续在一些高科技 在一些细分行业的龙头 在一些旧的一些蓝筹股上 反复的一个运作 那么怎么操作恐怕就显得更重要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两位产物内嘉宾 先请出莫维华 听听莫维华 接下来你会怎么操作 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 那么我是做短线的 而且我也只做短线 那么做短线的话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把握风口 那么风口我把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中长线 中线成长型的风口 那么还有一类是短线题材型 那么中线成长型的风口 主要是由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不少的个股 或者大部分的个股 都处在一个多头的走势结构中 那么第二个相关的行业 也存在一个中线向好的内在逻辑 那么这样这就是一个 这个是我归纳我的一个中线风口 那么中线风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当上行的结构 那么既然正当上行的话 那么它一定会分为上涨期 也一定会有回调期 那么也会有整理期 那么这个是中线风口 那么短线题材性的风口 往往都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短线 有个题材刺激性然后出现上涨的 那么这种上涨呢可能是单边的上涨 涨幅会相当巨大 那么涨完之后也可能单边下跌 哪来回哪去 那么同时也伴随比较高的风险 那么在当下的市场 那么我首先看好的是圈商板块 那么圈商板块我暂时把它看成是一个短线题材性的风口 当然它是相对于低位的 因为刚才讲过现在整个市场偏向于谨慎 偏向于谨慎的话一个是气高就低 所以高位题材性的风口 那么暂时谨慎 那么圈商板块是所谓低位题材性的 那么我觉得短线我是觉得可以参与的 那么圈商板块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比较关注于它19号和22号那个风势走势 那么圈商板块在19号的风势走势 是一个单边的 那么持续45度上涨的一个资金金流路的形态 那么像这种资金金流路的形态 有一个主要特征 就是它获利盘积累比较多 它全天稳步的上涨 早上买进的人到下午多税获利 到下午收盘都是有不少获利盘的 那么一般这种走势第二天往往会是低开 或者开盘时会下跌的 但圈商板块 那么开盘之后是大幅金流路上工的 那么这种资金金流路 我把它看作是进攻型的资金金流路 那么像这种板块 短线题材型是完全成立的 所以最近阶段在回调 在调整 那么完全是可以参与的 尽管今天涨起来了 我觉得护士还是那个 我还是在护士进行布局的 那么这个是圈商板块 那么中线风口里面 我看好那个光刻机芯片 还有那个大消费里面的消费电子和医药类的 那么光刻机芯片这个不说了 那么首先大部分的个股也是处在一个多头走势中 完全符合中线风口的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目前它也在处于那个上涨期 那么我觉得我是那个 觉得参与这个品种相对是比较不错 比较安全的 那么大消费里面的消费电子和医药类的 那么其中的个股也是大部分处于多头走势 那么同时呢在那个疫情的背景下 那么大家都收入都有所下降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他们这些必然必须的消费品 其实是受到资金的青睐的 所以这两个板块 那么再叠加 他们也处于那个上涨期 所以我觉得也是短线 我积极关注的一个品种 那么此外呢 对于创业板指数 我密切关注一个信号 后市只要不出现天亮的滞涨结构 那就积极的看多和作多 如果创业板指数 后市出现天亮的滞涨结构 那么创业板类的这类品种 我会抛弃 会暂时离场 你说的这个天亮怎么来理解 是只要比现在的一个成交量放大呢 还是跟历史天亮做一个比较呢 和今天的成交量相比 比它多出50% 比它多出50% 你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天亮要需要小心 那么这是从创业板的一个角度 刚才提到中线风口的时候 你也提到了中线风口 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有上涨段 有下压段 这里面你做中线风口的一些股票的话 会不会做波段操作呢 中线风口是这样的 就是说处在上涨期的时候积极参与 那么如果它也上涨之后 也出现了高位资产结构的话 那么有可能它会进入回调期 那么这个时候是要回避的 那么我也带来一张图 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图里面也明显指出了三个 一个是上涨期 一个是整理期 还有一个是之前的回调期 那么现在有不少个股 你像医药类的和消费电子的 一些涨得强势的个股 已经进入了上涨期 那么进入上涨期的个股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 就可以参与买的 那么在进入整理期的个股 现在有不少个股是落后的 那么也是我通常认为是滞涨的 它现在处于一个整理期 那么处于整理期的个股 那么也是可以 目前也是可以参与的 分三个回调期 整理期和上涨期 那根据各个时期的 有不同的一个特点 进行不同的一个操作 好的 回到葛建颖这边 我来请出葛建颖 听听葛建颖 接下来你会怎么操作 我记得你之前来的时候 一直提到三星三星 对 那现在还在三星当中 寻找个股 寻找板块进行一个操作吗 是的 因为三星实际上 它是代表着新基建 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就是新材料 新技术和新能源 其实我今年以来 我采用了一种方法 我觉得现在来看还比较有效 这个方法就是说 我自己锁定我自己的目标 然后我就在这些目标里 找强势的内容进行跟踪操作 而且是可以用滚动的形式 轮动的形式去参与 这个方法我觉得今年以来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就锁定一些板块 锁定一些锁定一些目标方向 先锁定 那我今年因为锁定的大方向 比较好 一直是主要是民生大消费 那么从现在来看 民生大消费今年走的都还是表现不错 特别是医疗医药这一类 那么现在来讲 我觉得医疗医药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已经涨幅比较大了 当然了它还会有一些上涨 因为它没有滞涨的信号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 有的我自己的特点 就是我可能就会做一些轮动了 比如说我就可以把它落袋了 我先把它 就觉得涨幅已经够大了 下不去手 对 我就主动的就是落袋 是这样 然后我再去找我自己的一个目标方向 如果民生大消费其实还是重点 那重点的话 我可以把医疗医药这些出来之后 我可以去找其他的大消费的内容 比如说我现在是看的是这个文化 娱乐这一类相对比较多 白酒也有一些是这样的 就是民生大消费这一块 我觉得也是可以继续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行业这一块 行业这一块之前我一直说的 新能源方面的这个汽车 那现在其实汽车也有很多股票 它也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上涨 那我现在也可以把它的权重放低 就是说甚至把它换掉 那我现在换的是金融类 金融类 那为什么要换到大金融 或者说金融类呢 金融类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呢我认为就是现在不是国内 就是有一个金融的改革开放 还有一个就是航母级券商的 这个打造的这个预期和目标 我觉得一定会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里边再有一个 就是它这个开放的程度越大 它给你的活力越强 那么也就是说它里边的机会也会多 这是从它的基本面的逻辑来讲 那么如果从技术面的角度 其实券商很明显 券商再有两次 是哪一天我忘记了 就是在盘中的 下杀的有两天 在下杀的有危险的动作的状态下 都是券商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入 资金流入然后下探回升 都是有两次都是这种特别明显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的话 它是在反映到这个技术层面 它是有很多的股票 它是出现了回踩支撑之后的 一个向上反弹的欲望 我觉得从技术角度 也可以进行一些参与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行业这一块 券商金融这一块 把它放在前一些 就是重一些 最后一个就刚才你说的新技术类的 新基建这些其实我现在也有锁定的目标 因为它东西太多了 现在市场上满目看上去都是机会 都是牛股啊 不知道哪一个牛股 好多都是机会 你都看得眼花缭乱 我都不知道抓哪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就要把我自己看得懂得抓到 那我现在其实锁定的是这个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 我是希望它有一些重叠 比如说软件服务 金融软件服务 就是对于金融方面的这个软件服务 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些结合嘛 所以就是我的逻辑就是这样 总体的操作相对还是比较重双的状态 那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刚才莫维华他提到了 他觉得当参与班指数出现什么一个情况 他可能准备搜索 那现在我们确实在牛市的氛围当中 牛市不严顶 但我们知道顶肯定是长出来的 总有一天要见顶 那如果说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你认为这个市场好像见顶了 我可能要抽身离开 或者要降低一些仓位 对 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你会重视 这个我也是有的 我持股的状态 我也要设止盈的 那个设止盈 就像你说的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有两种条件 比较明显 就是第一就是很简单 我就设一个止盈位 比如说我就设五日均线 这是第一个 就是简单的 还有就是 就当五日均线破了 或者五日均线拐头吗 对我就可以减仓 我就可以减仓 我就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 或者主动性的放弃一些利润 这样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从K线的角度 就是蜡烛图的技术的角度 我可以一个典型的 就是吞没看跌音线 这是一种典型的看跌信号 就是滞涨 还有一种 就是如果它走得好好的 明天来一个跳空低开 然后上冲达不到高点 再往下走 这种情况我也会很警惕 我就会主动性减仓 好 两位实际上今天 对市场后续是看好的 在看好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特地让两位来聊一聊 当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出现以后 我们要谨慎 我想在目前市场 大涨的一个背景之下 尽管说这个话有点刺耳 好多人都不愿意听 但我想风险是长出来的 这一句在牛市当中 自律名言 大家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当哪一天市场出现一个转折 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出现以后 你要知道你该抽身 我们特地让两位聊一聊 接下来 今天我要请出另外一位场外嘉宾 石教瑜 听听他对市场今天出现一个 集体的一个上涨之后 震荡会不会出现一个分化的走势 来听听他是如何看的 来有请石教瑜 我的看法是 随着市场重心的逐步上移 市场必然出现各股的分化 盘面上看 目前的市场 还是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 主题热点交替频繁 每次大盘或者热点 板块调整时资金超级动作明显 操作上波段操作为主 特别是贯穿全年的主题热点 如医药 新机电 券商 科技半导体 等热点板块 下跌数以果断低息 中长期我会关注 一方面目前市场已经转化为 强者横强的市场 可以挑选大消费板块中的龙头股 来配置 另一方面逢低加仓 电子科技类优质龙头股 转期操作的话 我认为适度控制仓位 逢低关注国产软件 北斗导航等科技类龙头股 而近期涨高纳的医药板块 可以适度获利高抛了解 好 谢谢石焦宇 确实近阶段就像石焦宇所说的 各股热点频繁交替 这个未来各股分化 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来了板块了 今天的一个市场应该说是非常的火热 就像刚才葛剑宇所说的 满世界都是牛股 不知道如何挑选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姚中元 听听姚中元在今天市场火热的一个背景之下 能从中发现哪些机会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上标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了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今天上半年行情是落下帷幕 月度也是完美收官 那在今天的月K线上 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信号 值得我们广大投资者去重视 那这样一个信号是什么呢 我们来直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今天六月行情月度收官之后 月K线上是收了三连羊 可以说在这样的形态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是最关键的是 本月的月K线是站上了30月均线 而30月均线是在历史上当中 月K线站上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而且每一次在站上之后 都有一些行情会出现 最明显的也是最为疗心的 就是我们在2008年和2015年 这两次大波段的行情当中 都是从月K线站上30月均线开始的 那当然光站上30月均线还不够 还可以看到在历史惊人相似的 重复过程当中 它的每一次上涨波段当中 都是MACD从零轴的下方开始 金叉之后逐渐往零轴上方 开始的这样一种运行 那在2008年和2015年 这两波行情当中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当下在今年6月份收官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MACD的位置 正好是在零轴下方 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鸭子张嘴的这种形态 那对于我们未来行情来说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我们也知道上半年行情当中 像食品科技和医药板块 都给我们带来不错的 一个大波段的惊喜 那下半年的行情的投资逻辑 就是在于经济复苏的这一块 那经济复苏行情当中 有哪一些行业板块 像值得我们去提前关注 和并且在下半年当中 是持续的跟踪的呢 那今天我们就把多家机构 在下半年定制的 这样一份策略当中 把哪一些经济复苏过程当中 要去重点关注的行业 细分领域 以及最新需要去关注好的一些 有值得趋势转折的一些公司 整理成了下半年投资的 这样一份攻略 那你如果上半年没有抓住的话 那下半年的这一份 重要的投资攻略 可千万不要错过 那今天的领取方式 就是通过嗓门屏幕下方 来免费的获得 那这些板块当中有哪一些呢 我们来看下面一张PPT 在报告当中 有提到这样两个板块 第一个就是房地产板块 那房地产板块 其实从技术走势上 我们不难发现 从3月25号的 这样一个跳空缺口 起来之后 这样一块缺口 始终没有被补掉 从而形成了一个 两个阶梯式上涨的平台 震荡上行 那这样也是在一种趋势形成之后 形成了一个 逐渐走强的一种趋势形态 MACD目前是在零轴上方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科技板块当中的 这样一个通讯板块 通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是走了一个 双底的这样一个形态 可能说像电子元器件 已经涨了很高的前提下 这样一个通讯板块 它目前是双底结构 是值得我们在技术形态上关注的 那这些品种当中 有哪些好的 未来在下半年当中 要去关注的 那你今天也可以通过扫码来了解 那最后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短期的操作节奏 我们来看下面一张PPT 就是目前这两天 时隔这样一个风口 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短期业绩好的品种 它哪怕上涨过程当中 还会有进一步爆发 那如果下跌过程当中 一旦业绩出现预告回升 那这些品种也会出现 一个明显的上涨幅度 所以这两天 一定要密切留意这些现象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市场今天出现了一个补涨 明天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分化 那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投资者 是如何来选择的稍事休息 我们来揭晓答案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发布对美加坏 炒股何必这么累 大家好 我是黄伟 炒股不能凭运气 要靠好的方法 那我会把我实战中日常讲解的 三阳开泰抓超跌 介绍给大家 现在扫码领取一份 跟着我一起抓超跌 三阳开泰抓超跌 贴近盘面的场景教学 找到案例股 分析个股的超跌形态和放量规律 教你掌握超跌标的核心炒作逻辑 把握到手的反弹机会 没有逻辑寸出难行 眼睁睁看反弹 却总是追高被套牢 如果你依然没有好方法 建议扫码领取 三阳开泰抓超跌 我们教你学逻辑 明明白白做投资 通过每日视频教学 案例股总结详解 理论结合实战 提高你的选股能力 同时黄卫老师还总结了 四种经典买入形态 和五种卖出注意事项 轻松把握买卖节奏 现在扫码领取 找准机会再做交易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由于预期落空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发布对美加弹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上半年大消费板块是风光无限 下半年哪些行业 能够接棒成为主流呢 来分享一条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近期一些辨识度高的消费龙头 使今连跳水而前期 弱势的地产保险 银行股有资金抄底 市场有风格切换 调仓换股的迹象 目前消费股的估值 已经不具备优势 高位筹码有松动 需要回避 当下部分仓位 可以配置安全边际高的 地产和金融板块 博弈弹性的可以留意科技股 重点关注消费电子 新元汽车以及芯片行业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来谈一谈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好 欢迎回来 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谱长 那明天该不该出现一个分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投资者如何选择的 四个选项 第一个 是的 大涨后会分化 有54%的观众选择了这个选项 B选项 不是 主板震荡创指继续强 24% C选项 不是 主板和创指一起强 11% D选项 不是 主板强创指震荡 这个选项是11% 看起来认为大盘会分化的 占到了多数 占到了54% 那此外呢 对于两位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呢 是葛建颖更高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说 三大指数虽然大幅上涨 但量能并没有跟上 指数仍将维持一根 大洋之后小K线的走法 后市延续消费和科技主导的 结构性行情 把握好主线与择时的一个关系 操作上不追高 低息为主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目前市场仍是存量结构性博弈 普涨格局难以持续 未来指数维持底部抬高 重心上移的一个节奏 选股上精选机构看重的基优股 同时注意回避近期大涨 但半年报业绩不及预期的个股 这是两位观众给我们的留言 更多观众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 我们的小编会截取一些有代表性的 通过滚动字幕来展现给所有的观众一起来评判 让大家知道市场当中有哪些认识 这些认识是不是你认同 你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稍时休息会进入明日的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这根大阳线之后 到底如何来看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上手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投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空投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提日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由于预期落空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发布对美加强大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际爱股票学习平台 做波段 股民朋友们都想做到高抛低息 但往往却总在追涨杀跌 为什么 可能因为你还没有掌握ENE 轨道线买卖法 这个方法重点在于一个指标 三根线 通过观察股价是否打到上轨 中轨或下轨 就能帮助你判断关键信号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去验证 此次我们在1.0版本上 进行了全新升级 先增20个实战案例解析 理论加应用 满满50页的战法精华 将如何设置指标 使用方法 重要口诀等等 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 一看就懂 立即扫码上手使用 让你轻松识别出 释放买卖信号的潜力标的 近期市场活跃 波段性行情机会增多 先人一步掌握 ENE轨道线买卖法 说不定就可以发现 关键信号 马上加入波段博弈 赶快扫码领取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赵老师选策列条股票 就上九方之头 在周三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观察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建新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从上增指数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上增指数 今天是高开高走一路走强 把昨天丢失的五六均线收复了 量能是微微有所放大 收了一个中阳线 五六均线将会成为 未来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它的一个得失 非常的一个重要 尤其是在目前面临三千点 攻关的一个时候 如果量能够保持 那么市场会继续保持一个 缓缓上升 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三千点是指日可待的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越多周多 日线又回到了一个多图的一个状态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从参考的一个波动区间来看 两千九百七十四到三千零六点 确实目前雷三千点是比较近的 那这个位置呢 明天有触碰到的一个可能 在触碰到三千点的时候 我不希望看到李大肖的一个声音 再来看一下创业版的日线图 创业版呢 今天高开高走 依托的是五日均线继续上行 再线了17号到19号的一个走势 这一点呢 我们昨天是特地把这两根K线 拿出来跟昨天和前天的两根K线 做了一个比较 同时指出上次出现的一根K线以后 在五日均线的一个依托之下 继续上行 所以今天五日均线是必须要守的 而今天呢 市场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 成功站上了2400点的一个大关 收出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这跟之前17到19号的一个走势 完全保持了相似性 所以后市只需要继续守住五日均线 就可以继续与牛共舞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越多 周多 日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呢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是2423到2458 其实今天我们给出的一个参考 昨天我们给出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上限 今天直接是跳空高开 高了一点 那我想做技术分析的都知道 当一个技术的原先的一个压力位 被突破以后 那么这就成为了一个支撑位 那未来我们希望不断的看到 有压力位变成一个支撑位 但是某一天如果反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出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下限 被突破的话 那你可能也需要警惕了 那这是明天抢线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息休息以后 再回到场内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来聊一聊明天如何操作 来 几家推出四省服务 第一省省时 设计 选材 施工 售后 5加1全程管家式服务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即刻让你体验细致周到的家装服务 第二省省力 几家线下体验馆 超一万平米展示空间 五大主材 四大软装 上万种装修产品 专业顾问全程陪同一站式挑选 第三省钱 软装硬装材料集团化采购 省区中间环节和差价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了解体验管信息 我们随时恭候你的光临 第四省 省心 分色现管工艺 轻松识别管线功能 蓝色三层防水 杜绝工序一漏 1比1全景放样 确保实物效果精准吻合 请你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5888228 来体验极佳的家装服务 极佳清装轻松装修一步到位 和谐中华 语度滋润 和肥贵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 人人都能享受品质生活的城市 人人都能确实感受温度的城市 人人都能拥有关属任空的城市 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 为人民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连 中国发股对美加热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际卖股票学习平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欧洲市场正在交易的一些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涨跌互线幅度都不是很大 最低下跌也不过是0.55% 上涨也差不多 而目前美股的两个小型七子的一个走势都是小幅的一个上涨 好的 回到场内 我们先请出莫维华 听听莫维华 明天你会如何操作 来 好的 那么首先我觉得这股票树立一个新的观念 以前一直讲结构性行情 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是一个结构性猛牛行情 所以那个要放弃原来的观念 那么不要光看上证指数它不涨 其实市场机会相当的多 那么第二个我是关注风口的 风口的话我刚才讲过有短线风口和中长线的那个成长性风口 那么我个人呢是更偏重于短线题材类风口的 那么券商板块现在我关注的比较多 如果明天 现在我手中券商板块相对仓位也不少 那么如果明天券商板块开盘低开或者开盘下跌的话 我会继续加仓做提 那么另外手中的那个消费类的个股 现在处于上涨期 那么如果券商板块那边能替换出来的话 那么消费类的个股也是可以呢 继续找结果加仓做提的 好 谢谢牧尔华 对两个板块是准备继续做提的短线的一个风口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葛建颖 听听葛建颖 最近这几天接下来会怎么操作 因为现在我对市场还是看好的嘛 整个趋势状态也是向上 所以我基本上是保持一个重仓的持股跟随 这个跟随中间呢 我会设一个止盈位 就是对个股 因为现在个股分化的比较严重 它有可能出现上上下下的一个波动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会设止盈 然后持股跟随 另外就是还会做一些阶段性的一个换骨 这种节奏还是保持这种风格吧 但是这个地方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我自己的教训吧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操作风格 实际上是有一点偏短的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已经比以前长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长 因为现在的趋势性行情还是很多很多 所以我接下来会在持股的时间周期上 尽量的多拿 要多拿一些 对 原来太短了 对 没有发现它抛出的 好看的产品不一定千篇一律 有趣的创品确实是万里挑一 第一财经活力之城2020 城市文化创意林学计划 寻找这座城市20位有趣的创业者 20个好玩的产品 现正接受报名中 公司队实地调研 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 尽数公告研报 网络超级牛 每周一到周五晚20点至21点 公司与行业为您解决投资痛点 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肥贵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李婷在上海 问候各位 今天是2020年上半年的交易的收官之日 你说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 6月30号咱们这个A股呢 在今天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可以说是给我们了一份特别满意的事